华联市猫头鹰公园玩公开放以来深受亲子喜爱 每天都有许多家长带着宝贝进到禁风生活园区放松游玩 为了维护邮聚设施并提升安全度 市长魏佳燕新年开始也亲自前往现场勘察 听取孩童与家长的想法与建议 针对需求改善的地方继续补墙 要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的游玩空间 华联市长魏佳燕在建设课长徐国成 还有农官客代理课长朱国志陪同之下 前往了猫头鹰亲子公园来进行会刊 同时还特别邀请具有相关专业的民主理理长张东耀 到场延商改善的事项 希望可以把目前事工所接受到的建议和回馈逐一检讨改善 今天特别到我们猫头鹰公园 然后跟我们课长来进行我们猫头鹰公园的一个安全的检测 那也到周边的环境看看 因为有很多家长提出有一些可以改进的一个部分 那例如蚊虫那灯亮 那还有一些设施包括我们可能会怕孩子们 可能会有一些碰撞的部分 我们都会加上一些安全的一个措施 那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家长们在 呃陪孩子来猫头鹰公园的时候 都要切记跟孩子们说尽量不要用跑的 那每一个孩子都可以玩得到 只要排队那在这边未来我们会进行更多的公园的一个 呃不管是在旧有的一个公园的一个呃在增设 或者是说我们呃新的公园的一个用地后 我们可以再做一些设施给大家来做 那刚刚也有遇到孩子们后也希望说在 可能在部分的包括美轮等等地区后 是不是能够再增加一些公园 那我们都会一并的来做一个讨论 那也希望说在2024年有一个让亲子可以 呃消耗时间的一个好地方 一位正在玩耍的小妹妹看到市长来了 赶快上前说出自己愿望 希望他家附近也可以有一座像猫头鹰一样好玩的亲子公园 市长魏佳燕感谢家长和孩子们对猫头鹰公园的喜爱 他表示施工所会积极倾听民众需求 接获任何相关通报都会针对有利级威胁性的部分 第一时间就请配合厂商来尽快排除 另外也会依据园区的现况进一步妥善规划 魏佳燕也提醒家长当孩子们在园区内玩耍时 一定要看照留意 也要适时提醒注意排队礼仪 不要做出危险的动作和行为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